晚上回家吃饭吗 你们可以聊聊 对以后团队的畅想吗 当然要回家了 我一会儿还约了工匠 可能去不了了 你们就聊吧 我走了 约了工匠 工匠 那可能是我们制作团队上的 一些老师傅们吧 放心 别叹了 没有任何的吸引 不是 不是 人们儿 都让你医生 想制作团队 这时是 回来了 快点吃饭 你还会做红烧肉啊 我也是第一次做 不知道好不好吃 你尝尝 来 怎么样 好吃吗 不 不好吃啊 不错 那就好 多吃点 好 哎 你知道吗 我以前特别不爱吃肉 可是自从我妈带我去了那儿之后啊 我就酷爱吃红烧肉 每次都能吃一大碗 但是我奶奶就明令尽职我说 你不能吃了 你再吃就变成一大胖子了 但是我妈每次都给我偷偷做 但我妈每次都给我偷偷做 那 你奶奶是不是个很严厉的人啊 我奶奶 她是我们坐镇的老太君 她平常对我们小辈都很严厉 而且她会以一个很高的标准去要求我们 只要我们展现出我们的实力 她就会承认我们 来 来 很多小辈都比较下 我跟她没什么的 仅仅只是同事关系 我又没有跟你说什么 我知道 你们只是合作的伙伴 你不用那么紧张的 我才没有那么小心眼 只要你解释的 我都相信 好 不说咋了 我现在 要好好地享受一下 我女朋友给我做的红烧肉 多吃点 多吃点 你最近都瘦了 你多吃点 您好 您拨打的电话 您关机 下班了还不走 谁又惹你生气了 余芷不但怪我电话还关机 我看她不是约了人聊手艺 陈欣要夺我吧她 霍卫 你的心思呢我是知道的 作为学长 我很乐意看到 你们两个人走到一起 真的 但是呢 光靠我一个人的压力 是肯定不行的 过于高傲的大小姐脾气 只会把她越推越远 你说得有道理 那我再想想别的办法 那我再想想别的办法 你不不能碰我 我已经快的路火了 也现在想导 分享好多意 답 很通道 不过 Indigenous 你说高海委托你来跟我谈离婚 你去告诉那个高海 他有本事 自己来跟我谈离婚 好啊 跟我来真的了 妈 晚上吃什么呀 卉卉 你那个没良心的爸 居然让律师来给我打电话 跟我谈离婚 现在后悔了 昨天晚上让你服个软 你怎么都不肯 我以前跟你爸爸吵架 都是他主动跟我说对不起 主动服软的 这一回国 怎么跟变了一个人似的 他是吃了雄心豹子胆了 妈 你放心 爸 他不会的 他这个人啊就是精准好说话 爸他放不下我们这个家 也放不下他的事业的 可是这次不一样 你爸爸是铁了心要离婚 你说可怎么办呀 妈 你不是还有我吗 爸我太了解了 他心肠根本硬不起来 你放心 我有办法 我们先冷处理两天 我饿了 我先去交点吃的 妈 你不是跟我说 女人在任何时候 都要保持好状态的吗 你现在出头丧气的样子 爸爸回来了 还怎么回心转意啊 没事的啊 下午工作室装好之后 我画了这些手稿 特别先拿来给你过目一下 嗯 这条项链 我用了桃花做元素 加入了西式的镶嵌工艺 很适合日常佩戴 你觉得怎么样 这是我们那天喝酒之后 你来了灵感吗 你胡说什么 给我 好了 我能看出来 你在西式镶嵌工艺上 加入了东方元素 又在东方元素上 做了大胆的设计 很别出心裁啊 如果投放到市场的话 效果应该还不错 那你觉得 奶奶会喜欢这种风格吗 奶奶 嗯 奶奶平常 都偏爱素金的食品 她对镶嵌类的珠宝 不是特别感兴趣的 不过你的作品 东方元素居多 我想她应该会注意到的 真的啊 嗯 那就太好了 不对啊 我怎么感觉你像在套我的话呢 难道 你在为结婚以后讨好奶奶来打主意 是不是这样 想什么呀你 我只是觉得 瑞华是一家很不错的企业 掌舵人的品味眼光自然精准老道 如果奶奶都能喜欢 那就是对我设计的肯定了 你的设计不需要任何人肯定 你在我心中就是最棒的 我 又投了好几家不同的公司 其中包括 瑞华 但是到目前为止 还没有一家有回应 或许 我真的难以在这个行业立足了 我可以先安排你在行业周边工作 等时机成熟了 你一定会有更好的机会的 那就 瑞华相欠足啊 我说这番话呀 不是想让你帮我开这个后门 只是 如果 如果有一天 瑞华真的能录取我的话 我只是希望 你能把我当成一个普通的求职者 我只是想要一个公平的机会 好了 反正你做什么决定呢 我都同意 不过你要记住了 你累的时候 你后面还有我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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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